没有出手去阻止 对 裴洛西 那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他在国际间 恶物的问题 对俄罗斯的问题 对伊朗的问题 对朝鲜的问题 对叙利亚 对中东 对很多地区 他是不是可以放手去做了 他可以完全不考虑 不顾忌美国的感受 他可以完全去做 我觉得这个对美国白宫来讲 一个裴洛西成就他自己 可是却伤到的是美国人的利益 伤到的美国的国家的利益 那么对我们台湾民众 2300万人的利益 其实也是伤害 为什么 你台独现在你成功了 你胜利了 你敢说独立吗 你敢宣布独立吗 你敢推独立公投吗 你敢你就做 坦白说你就做 你就开始宣布独立 宣布你要推独立公投 宣布你要推台独自信 你就做吧 蔡英文 你们台独的这么开心 放手去做 但我相信你不敢 那既然不敢 拉了一个裴洛西还不敢 那你什么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才敢 那俄罗斯 跟中国联手 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 是非常非常之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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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